您说啊 叫什么 我的腕本 孙子的老婆 孙子的儿子 赚钱 然后获得更新 就像我们现在刚毕业你要在上海买房 其实困难和压力是很大很大的 是每天穿的光鲜亮丽 然后在最高档的写字楼里边 却拿着最微薄的薪水挤着最拥挤的地铁 马上我自己也赶紧生一个 对 就是你在外边穿的再精英 再这个西装泽女的 回了村之后就是狗蛋 这个按键是一个贵杀人的按键 按键比较重大 最初的原因是因为女朋友就看不起她 打了个电话跟我说 她就结束了 然后当时我就很崩溃 我哭完之后那一瞬间 我整个人就有了这种奋发 图强的这种力量 作为一个律师最重要的特质 我觉得是每三个比较重要 面对这种重大人生的抉择的时候 人生能有几回博 此时不博何时博 没错 这应该是全力以赴的做一件事情 跟对一个师傅很重要 我觉得在杨律这里 我应该是可以说到很多很多东西 不永远就叫老婆 喝的就叫老婆 她的老婆 她老婆就是你孙媳妇嘛 对 不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